在高雄中学的山区间歇性的阵雨不断 在高雄中学有一名张姓高三生 独自骑着单车到屏东县雾台相玩 不过却发生了坠骨的意外 不幸身亡 这男学生出事之前还在脸书上打卡 说自己的爱车正在淋雨 为了寻找男学生的下落 仅销三度上山搜索 最后是在将近300公尺的山谷底下 找到了孩子的遗体 让家属心碎又不舍 孩子到山区骑单车却意外丧命 家属漏夜从高雄赶到屏东的殡仪馆 紧紧靠在一起 神情落寞 难过到说不出话 脚踏车方面比较有兴趣 他本身算是一个很和善的一个同学 他同学对这件事情都感到很不舍 脚关不舍 好好的孩子就这样没了性命 死亡的是高雄中学三年级的张姓男同学 3号上午 他独自一人骑单车 从高雄凤山到屏东屋台玩 意外发生前不久 他曾在脸书上po了简短讯息 说自己20几万的单车正在淋雨 就此没了音讯 家属根本没料到 这会是孩子生前的最后留言 一个急转弯 那我们这个小朋友是掉下去超多 攀降省是200公尺 因为尸体还更深 由于山区近日 间歇性雷雨不断 锦销三渡上山搜索 最后在台24线32公里处的山谷中 发现男同学 锦销攀省 先是在200公尺深的山谷找到单车 而男同学的遗体 则是坠落将近300公尺深的山谷底下 锦销初步研判 应该是天与路滑 加上山路多有小碎石滑落 孩子才为人车一起飞出护栏 跌落山谷 从未男同学出示的地点 位于下坡丸岛路段 坡度大约30度 警方说该路段 虽然是车友喜欢挑战的路线 但危险度也很高 消防表示 死亡的张同学 以台大历史系为第一志愿 再过不到两个月 就要参加大学指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